记者詹淼云台北报道,台湾羽球双大好手王麒麟、陈宏林、李嘉欣以及世界青少年球王李嘉豪今参与电影《败者为王李宗伟》适应会,四人都认为李宗伟不管在场上场下,表现及态度都值得学习。 《败者为王李宗伟》为李宗伟传记电影,预计9月28日在台湾上映,届时搭配10月开打的台北羽球公开赛,渴望邀李宗伟本来台献祭两周前才在纽西兰公开赛拿下双关,上周又在全国羽球团体锦标赛率领土银逆转封王,王麒麟认为有点不可思议,目前状况也调整到位。 对于自己表现有信心,谈起对于李宗伟的印象,王麒麟说,他是我的偶像,不管遇到什么挫折,他都能够再爬起来,我觉得相当不容易。 35岁的李宗伟目前男单世界排名仍高居世界第七,过去也曾登上球王宝座,陈宏林认为,以他的年纪还能有这样的表现很不简单, 尤其他又是属于攻击型的单打球员,如果是我可能就会想退休了吧。 他也提到,不仅是场上的竞争,李宗伟还背负了马来西亚全国人民的期待,他的压力真的很大。 双胆女将李嘉欣则透露,先前曾私下找李宗伟拍照,他的态度相当亲切,不管唱上,唱下表现都是100分。 李嘉欣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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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嘉欣参与电影败者为王李宗伟适应。 记者詹淼云社 李嘉欣,李嘉欣,李嘉欣